然後我這邊是 徒步牽車走將近要10公里 10公里要走一個 一個多小錢 因為這個前提是因為我之前 為了那個剛剛入社會 我買了一台 花了5萬塊買一個二手車 後來買了之後 它大概只是外面用很新 其實實際上裡面有很多問題 就一直修 後來我就很怕我被計程航行坑 那一次我就在遼寧街 騎著摩托車 然後遼寧街發不動 發不動 晚上發不動 我就把車子用推了推回景美 推回景美 推回景美 一路這樣 遼寧街 遼寧街 推回冬天 然後我推到全身都是汗 然後經過了二兵 然後那個星開隧道 這樣推 我就很怕說到那個人家街上 他會跟我說 你這個是什麼壞 這個要換 這個什麼 我就推回去 然後第二天我再推去修 火星塞壞掉而已 就這樣而已 可是我就覺得不忍心 不甘願被人家騙 冬天然後全身大汗 然後這樣回來 一個雨衣可以穿將近10年 雨衣穿10年 那個其實裡面 他已經沒有防水功能了 要穿他幹嘛 沒有 他就別穿了 什麼意思 雨衣已經沒有防水功能了 他基本上他已經有那個活了 然後就是裡面會那個味道 是我最後自己覺得 我老婆跟我講說 你那個雨衣可以換掉 因為回到江蕙 沒有 有那個 那個臭 那個臭 我才雨衣一件一千多塊 九百多塊 我就再買一件新鮮 我捨不得 因為我覺得哇 好貴 可是我對老婆孩子很大發 所以他這個感覺起來 營造出來的形象 就覺得說 哇 真的很正面 然後也很感人對不對 但千萬不要忘記 他現在全身都是名牌 真的 要花錢 你們這些白癡去花 我就撿你們的 小聰明 好 來不替一下阿諾的 我覺得大家都是那種 省 但是我覺得除了省以外 還要開圓 你可以省到還可以開圓 是滿厲害 其實剛剛那個齊惠 剛剛有講到那個紙袋 我以前有一些朋友 也很喜歡買名牌 那些紙袋他們不要 我拿回來 我不是拿來提 你知道那紙袋一個在網路上 可以賣五百 一千這樣買 我收集十個我就有一萬塊 天啊 對 但是重點還不是這樣 重點不是這樣 重點今天要講的 是更厲害 就是路邊撿破爛 有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在 就是走在路上的時候 會看到有些人搬家 然後會丟一些舊的電器啊 家具啊那些 他們就是會放在那邊 會等那個 環保局來收嘛 所以我通常都會注意一下 那一些東西還能不能用 你知道嗎 我曾經有一次我只是在逛 我是在逛街 在濕大陸逛街 走一走要跟我媽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 又是一堆東西放在外面 然後有一個 然後有一個什麼 就衣服丟進去 會脫水的那個 像洗衣機一樣 但小台的 然後還有一個電熱水器 然後還有一個三層櫃 我就看了一下之後 我就跑去跟隔壁店家說 你可以借我個推車嗎 然後我就把那個東西 全部撈回家 跟我媽一起撈回家 然後因為我爸是水電專業 所以我們就檢查一下 脫水機還能用 電熱水器 好像有個地方接觸不良 焊一下 它又正常了 脫水機 我便宜賣個隔壁的奶奶 然後因為她剛好需要一台 我說這台可以用 那我賣妳一千塊 還要賣喔 不是那一台 哇 還要賣喔 然後最厲害的是那 奶奶妳又賣的 奶奶很有錢 然後再來喔 電熱水器 那一台我就放在網路上 你們猜我賣多少錢 小台的一個很小台的 850 850 一千 我賣了快五千塊 那時候那一台 那一台好像一萬多 然後我賣半價了 那它原本是壞掉了嗎 還是持久 它原本只是有一個地方接觸不良 但是只要焊一下就好了 所以稍微我爸就只花了10秒吧 把它焊一下 然後我就可以 就可以賣了 對 然後三層櫃 我就留著自己用 裝一些書什麼的 所以妳看 東西就是我們省 除了可以存一點錢 但是如果還可以 就是用一些這樣子去觀察 還可以開圓 可以再賺點錢 又省 又賺 五千塊又可以吃一頓好料 這才能 對啊 可以吃好 買好 住好 開好對不對 沒有 有些人 有這個頭腦 有些人家眼中的垃圾 對於我們來講是飽 因為妳用不到 可是我用得到 對 就是這樣子 保障 剛剛這些都是剪一些什麼東西 破爛嘛 裡面一定沒有人是 就像我過去兩年 我頭髮都是自己剪的 剪得滿好看的啊 對啊厲害吧 就是我在英國 其實我是學生 但是我是很窮的學生 然後英國剪頭髮很貴 所以我就去買了那個 我撈的那個東西自己自己撈 對 自己推 就這樣兩年下來就省下了 好幾萬塊 但是呢 悲劇就發生了 哇 撈壞掉了 有一次我那個撈啊 你後面沒辦法看到 後面看不到 而且我還要邊跟我的 台灣的髮型師視訊說 我這邊要怎麼撈 這邊要怎麼剪 這樣會才好 結果有一次撈一撈 結果怎麼涼涼的 就發現那個撈的那個頭 掉下來了 我不知道 然後就這樣撈下去 然後就涼涼的一片 那就成為我唯一一次 進到那個理髮廳 說你可以幫我修正一下這個 對啊 然後那個髮型師還是照這個樣 再給你撿一次 對 再撿一次 全部撈光就好啦 下班 真的是把下面全部撈光 對啊 對啊 你自己撈也可以啊 可是他這樣兩年下來 你看什麼多少錢 幾萬塊 你給我一次剪頭髮要三 四千 對啊 那邊物價高 你看 對不對 所以聽完了節省的故事之後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真的我們要越來越節省 還是說覺得應該 這樣的生活太苦了 我應該要及時行的 來 大家發表一下 應該不對 因為就是像藝人他們就是 可能錄一集 就是我們一個月的薪水這樣 我覺得應該要及時行 沒有 為什麼會的 沒有 撈兩個月的薪水 你為什麼會知道 人真的要對自己好一點 像我對自己好的方式就是 我會對味道比較敏感 所以我其實隨身都會帶這種 大罐的這種香水 我大罐的香水 像這種100ml的 我大概兩三個月我就噴完一罐了 因為我會覺得說外面的味道太臭 你有體臭是不是 我沒有體臭 但是像現在我 遠遠的就可以聞到佩朵的身上有體臭 所以我就可以噴一下 然後我噴一下 啊啊啊啊啊啊 欸 太多了吧 像現在我就不需要噴一下 對 所以它各方面都很節省 唯一比較奢侈的就是 噴香水 香水現在買 一定要買名牌的 好用 習慣的 對 一定要買名牌的 連項鍊都是買名牌 就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對 我是那種連書門可能倒垃圾 或是一下子那種 就是一定要噴香水的人 大家開始聞到那個香水味 噴香 這什麼牌子的 是香 但是太濃了 對 這跟攝影棚 整個會過來 這個都是那個味道 哇 好 這跟攝影棚 整個會過來 這個都是那個味道 哇 好 來 但是會節省的原因 其實也是因為嘗過苦頭 有可能是小時候的經驗什麼的 對不對 她在新亞才會去喝那個餛飩湯 但是沒有餛飩 對 不用錢 為什麼 那時候真的是窮到 就是生活費 所以必須要節儉 節儉一點 對啊 還要付學費 學費也要靠自己 選生時期 真的是 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 大家來分享一下 短經 因為我就是像剛剛講的 我從高中開始 就是沒有跟家裡拿生活費 所以我就是控制一天100塊 然後30塊就是公車來回 剩下的70塊就是我的餐費 然後因為我們學校有那個福利社 它的麵包大概就10塊 12塊 所以我就是會一次買三個麵包 然後就分早餐 中午 晚上這樣 每天都是吃麵包 然後而且那時候下課的時候 同學都會約說 我們下課我們一起去吃飯什麼 可是我就會擔心說 我沒有錢付耶 我可能會付不出來 所以我都沒有跟同學出去吃飯 就靠這樣子每天省錢 可是妳那時候在 應該算是發育期 妳這樣營養不夠不行吧 所以我以前很瘦 就是 現在吃比較好 現在吃比較好 對 現在就對自己比較好 好的 這健康部分呢 就是會不會覺得容易 譬如說妳剛剛說的東西暈 對 但是缺點就是很容易貧血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特別容易貧血 體力啊 會比較不好吧 對 體力就不好 沒有 這是他自己的經歷 其實不建議這麼做 因為年輕的時候怎樣 他有青春 他可以 你知道他還沒年紀大 所以他覺得他可以這樣揮霍一下 但是年紀大的時候 有些時候 你就得還了你知道嗎 對 好 其他人是什麼樣原因 變成Jason的 我們今天還是要來真正的講一下 因為常常人是這樣子 你生活當中一定有很多負面的 或者是壓力 造成你變成一顆鑽石 我之前是因為有負債 就是卡債 因為當我們有債的時候 整個是油桃卡屏 就是根本就是你沒有辦法開心的 後來有一件 我有一任女朋友是李專 他把我把整個財務 全部弄完了之後 我就再也不要再過 那個以前負債的日子 就說花一些無謂的開銷 那個之前川普都講過 川普都說他有一天走在路上 他好像是跟他朋友還是女兒 然後就看到了一個 看到一個在 就等於是無家人 就是流浪漢 然後沒有錢這樣 然後他朋友就說 他好可憐這樣 他說那個人 大概 比我還要富裕900萬 這樣 900萬美金喔 他說為什麼比你富裕900萬美金 他看起來那麼窮 他說沒有 因為我負債900萬 他那時候就等於像接近破產 負債900萬 壓力有多大 所以負債是這個很可怕的一件事 不管比富有或比貧窮 其實不要比真正的財務 其實有時候心靈上的富有 是真的富有 我一回看 我已經請你身上他 我一定會封印 我 communic的 我看他今天 我封印 我喜歡你 我需要你的 我依靠你 我身邊 我需要你身邊